我大概先整理一下剛剛的狀況 就是剛剛有一位正庭坊女士 她的地是建地,她的房屋也是合法房屋 那以目前的規則來說,她是非常有要求剃除的資格 那希望委員可以參作 而且她的鄰居也有去爭取過 那她本身也曾請過五六次了 那年紀大,她真的沒有辦法一直來台北 像跟我們開這種會議 那希望正庭坊可以把它剃除這一塊 對,那 那另外一個剛剛提到的是輪載後的問題 我補充一下 剛剛簡報的時候其實就有講到說 都委會有一個不闊大多士計畫的原則 那輪載後那入考量的六十分貝線問題 其實在3月11號的專案小組會議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講過了 在環評程序中 開他單位已經有提出一個造影的補助辦法 申請條件其中一項就是 以居住在六十分貝線內為條件 那如果再以這種六十分貝線為納入原因的話 這根本就是一個前後矛盾的說法 而高層落差所謂淹水的問題 我們在上一次會議也有講過 這個雨桿物目前並沒有要改動 那淹水問題顯然是開發單位要去處理 有一個處理的義務 這是一個環評的精神所在 他要去提出一個相關的減輕措施 而不是把這種開發的獨立意義 直接全部轉嫁到我們原本在這邊活得好好的 生活得好好的 然後而且未來還想要留下來的居民身上 對 那我另外再補充一個就是 可能剛剛區域地方沒有說得很清楚 就是在上次的三十一號專業小組 我們同樣也有提出過 在現在徵收的2599工程裡面 我們有提過 我們認為至少有五個開發行為 應該要依環評法 先穿樂環評才能做的開發項目 然後我們已經在四月十五號 也就像下個禮拜 我們已經依據環評法二十三條 正式向環保署提出光明告知了 那光明告知的內容就是 包含普興溪的書宏道 自貿港區以及自貿港區 南邊的一個殘額的園區用地 那但是至今各有相關機關 包含環保署中工部或機場公司 都沒有給我們一個正式的回覆 依據環評法第十四條 它其實就有規範了一個 因環評的開發行為 要先通過環評之後才可以進行開發 這個是一個必須要先釐清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認為現在的土生成績 其實就已經在做一個開發行為了 所以必須先釐清我們所說的這些開發行為 是不是要先通過環評 另外唐人市政府曾經有聲稱說 因為土行溪的書宏道 它是屬於區域排水 所以不用環評 這其實是不正確的資訊 因為依據水利法的一個施行信者 區域排水它其實是屬於水道 那環評認定標準裡面 就我們提到說水道的變更 是需要環評的 那而且在環評相關書件中 它其實也有提到說 土星溪它的一個疏紅道 將會影響第三跑道的一個安全 防洪安全還有它整個跑道的穩定度 那我們覺得這應該也是要先重視的 我這邊先簡短說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好 我們今天